激国团华林寺团委会为了响应 3月份的青年关怀月 全国连线活动 7号是在民理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办理了义公有爱 热血台湾的爱心奸血活动 华林寺团委会会长李正伟 也亲自带头响应捐血做公益 以实际的行动 依助血库的存量 为社会贡献更多的爱心 在心头 恨不弥漫中我感同 志工拿着捐血标语 跟着吉他旋律摇摆 唱出一首首经典歌谣 这是旧国团华林寺团委会3月7号 在民理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办理了义公有爱热血台湾 爱心捐血公益活动 特别邀请到华林名歌合唱团 到场演唱炒热氛围 三月为青年关怀月 驻国团举办了一个 义公有爱热血台湾全国连线的活动 捐血活动 在我们华林县驻国团的主办之下 由我们华林市同委会 来承办这次的一个捐血活动 并提倡捐血那一人一代 祝福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那目前因为血库严重的缺血 那也期盼在这次活动过后呢 有更多的民众能参与捐血的活动 非常感谢包括我们 护坤旗立华委员服务处 以及花莲市教育会 光荣科技博物馆 以及陈慧心市民代表服务处 麦当劳中正店等社会企业 还有一些民意代表热心的赞助 让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爱心捐血活动 来捐血的民众 都能拿到丰富的这个纪念品 也让我们这一次的爱心捐血活动 特别的有意义 现场除了救国团的义公们 也有不少民众 是特别前来晚秀捐了血 今天就刚好遇到这边 有特别的演唱团 我就特别过来 绕过来这边 顺便来捐血 之前有朋友就是 有出车祸 然后有需要大量捐血 然后刚好血库好像有缺 然后去别地方做掉血 这个动作 这样我还可以在这边 帮忙做捐血的话 就尽量有空可以捐的时候 就过来捐血 我想自己成为一个志工 那可以来为这次的活动 大家一起来响应 这样子是更有意义的 全台闹血荒 救国团带头响应 号召万人全国连线办理捐血活动 透过实际行动 挹注血库存量 为社会贡献更多的爱与关怀 义公有爱 热血台湾 花联市团 赞赞赞 记者雪立琴 花联市报导